节前油价还在大涨呢 短短几天假期过去就已经出现了直线跳水了 当然我这里说的是原油哈 加油站里卖的那个汽油反应是没有这么快的 七天的时间里布人头原油的价格 从煤通95美元的高点跌到了84美元 那么原油突然跳水这个事儿 对我们会有什么影响呢 总体来说是件好事儿 首先往小里说啊 原油跌下来我们开车加的那个油才会有机会降价嘛 而往大里说 最近原油的大涨其实对我们的经济是造成了很大的压力的 这种压力分为内部和外部的 内部呢我们作为世界工厂以制造业为主 原油作为工业血液 它价格的飙升就会使得我们企业的生产成本整体的提高 今年下半年布人头原油从70多涨到90多 那企业的成本就上升了呀 可是下油的需求又很疲软 所以企业没有办法转价成本给下油 盈利就出现了下滑 所以其实现阶段油价的下跌对经济复苏是有利的 而另一方面的压力是来自于外部的 原油上涨会推高美国的通胀 将来呢就使得美联储更有加息的冲动 而市场如果预期利率还会继续提高 又会加大咱们的人民币贬值的压力 加剧资本的流出 加速资产价格的下跌 而油价一旦回落的话 这份压力就会得到了缓解 那为啥油价突然下跌呢 一个原因是市场层面的 其实油价跟利率本来自身就会存在着一个反馈调节机制 什么意思呢 油价上涨它会推高利率 同时利率上行又会给市场造成经济活动会减弱 原油的需求会下滑的预期 从而又造成油价下跌 另一个原因呢是来自于供给层面的 石油大户沙特松了口 说如果油价偏高 沙特愿意采取增产的动作 今年在各种复杂因素的相互作用下 油价似乎都变成了一个大反派了 它成为了经济和市场的反向指标 甚至我们多次看到 两桶油一拉升 A股就大跌的情况 这两年大盘是惨不忍睹 但是两桶油却赚了不少钱 股价也接近翻倍 这个风水 不知道会不会在今年底轮流转呢 交车迟到的小米7乘28号必须要交卷了 都这个时候了 最后一道难度极大 却决定输赢的关键题 小米恐怕还在纠结 那就是定价了 根据知情人士爆料说 本来去年就定好了价格了 可是看到其他同学的定价之后 小米改了答案了 把定价下调了3到5万 目前标准版的定价可能是26.6万起 即便如此 在交卷前的最后一刻 恐怕小米还在犹豫呢 现在小米汽车工厂也展示了 专卖店已经开放了 就剩价格这一个悬念了 李国庆曾经直接喊话雷军 说我给小米汽车定个价哈 15万到20万 不要再想什么四五十万的事 那个留给未来李宾去想 之后雷军回复 不会是19万9 迟到了的小米汽车 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市场定价权了 而国内的电动车企 今年已经把价格卷到了新高度了 年初7.9万万的比亚迪琴掀了桌子 能这么干的底气是 提前入学的比亚迪 已经有十多个车型在赚钱了 他可以拿出一个车型来培稳赚吆喝 就要市场份额 而其他的同学呢 硬着头皮也得跟着降价 像小鹏 广汽埃安 吉利 奇瑞 还有长安深兰等等15个品牌 都开启了降价模式 有一些是赔钱也得跟着降 没有办法 眼看着同班同学个个杀红了眼 迟到的小米恐怕傻了眼 小米就这一个车型 它没法分摊成本 卖便宜了就是干赔钱 有媒体透露说 最开始小米想要做的是一款 定价在30万以上的车 有4颗激光雷达 可是呢 后面在各方博弈之下 小米只好把激光雷达减半 在供应链上也玩起了狠的 甚至对有供应商吐槽小米说 没见过一毛一毛砍价的车企 那小米苏七到底定价在多少 才会有性价比呢 苏七标准版跟吉利银河 18星件远航版和吉克007后驱版 不管是车型尺寸 还是电池容量都高度接近 那如果参考这些竞品的话 它定价在20到21万算合理 但是这与知情人士 26万的爆料相比低了不少 而且如果价格低赔钱卖的话 买车人倒是欢喜了 但是卖的越多 小米赔的越多 雷军的钱够烧多久呢 并且小米近两年 手机销量是连续的下滑 手机也没法长期背着汽车跑吧 不过好在现在小米账上的 现金储备还有1300多亿 去年底的时候 雷军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过 我特别担心这款车一上来不火 大家都不买 但是更担心的是 如果大家都来买 产能跟不上 人家一等要等一两年 那肯定我们会被骂惨了 然后还有网友对比了 2月29号和3月9号 小米汽车工厂的停车厂的卫星图 10天的时间只增加了1000辆车 那这样算来 一个月的产量可能在几千辆 按照雷军说的 上市即交付 交付即上量 其实挑战还是不小的 虽然说燃油车咱们没有赶上 但是现在电动车的赛道 我们就是重点中学的重点班了 好学生已经一大把了 小米这个后来的插班生 想要挤进前几名 挑战真是挺大的 就两天了 到底定价多少 雷总必须要交卷了 没时间了 量化交易要完蛋了吗 没有那么简单 最近有很多的投资人 甚至机构都认为 我们的市场不给力 有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这个量化交易的锅 为啥呢 每一次市场一涨 就会触发一些量化交易 自动卖出的单子 砸盘的同时低吸筹码 很多投资者认为 就是这个量化交易 加剧了我们市场的波动 而且量化交易的速度 是非常快的 这对于其他投资者来说公平吗 他们会对于其他投资者卡单 或者是通过日内反复的融资融券 砸盘 吸筹 拉升 卖出的方式割韭菜 所以最近这个量化交易 都快成重视之地了 甚至都有声音建议 干脆禁止掉量化交易算了 结果今天我们就看到 证监会指导下发了一系列的 加强量化交易监管的规定 很多人解读为 这个是在重拳打击量化交易 但其实呢 仔细看一下措施 你会感觉 与其这叫做打击 还不如叫做纠正 区别在哪里呢 真正的打击 要么就是直接暂停量化交易 或者是严格控制 这个交易的规模 而纠正是提出一些法律规范 只要把交易行为如实上报 只要不违反规定 量化交易还是可以做的 重点更加偏向于 打击操纵市场 破坏交易系统安全的 那些违法行为 比如说交易所列出了四种情况 是要重点监控的 这四种情况呢 我给大家翻译一下 第一条和第四条 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 本规定解释权归交易所所有 第二条是 每秒钟挂单300笔以上 或者每天挂单2万笔以上的行为 要予以重点监控 翻译过来就是说 只要你不超过这个数字 量化交易该做就做吧 第三条是 多支证券的交易价格 或者是交易量明显异常的 如果这个期间 程序化交易有大量参与的 要重点监控 那翻译过来就是说 只要量化没有对股价 没有对指数影响太大 不大 在这里面 唯一有硬标准的就是第二条 每秒300笔 每天2万笔以上 那么这是什么概念呢 比如今天龙虎榜上 最活跃的襄阳轴承 全天成交了11万6千笔 但你要知道 这已经算是天花板级别的了呀 因为一天超过10万笔成交的股票 一个月都见不到几次的 很多股票一天只有千百笔的成交 如果一天能够上万笔的成交 这已经算是非常活跃的股票了 所以呢 其实第二条的标准 已经能够满足多数量化交易者的需求了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这次的监管 并不是说像大家以为的 单方面的在打压 而是在边输边倒 寻寻善用 因为事实上 很多市场都并不反对量化交易 比如说像美股 它多数的成交量 甚至都是由量化贡献的 如果直接叫停量化交易 确实不现实 但是严格监管必不可少 当然了 如果像一些报道里说的 量化利用资金优势和交易速度 快速拉板 再吸引散户跟进 然后反手融卷做空 这个就得好好查查了 查查有没有恶意锁定融券券员 恶意挤占交易通道 有没有恶意利用流动性 冲击一些小盘股 达到操纵股价的目的 要知道我们最恨的 可不是用电脑交易呀 而是用黑手交易 想要让经济复苏就要让大家愿意消费 想要让大家愿意消费 就应该尽快把通胀率拉高到6% 这个是最近一位经济大师开出的猛药 要知道上个月咱们的CPI是负的0.5% 现在市场在担忧通缩呢 可是张武昌教授就直接给出了一个激进的通胀目标 通缩是什么情况呢 消费低迷 物价下跌 失业增加 于是消费更加低迷 这就是个深不可测的漩涡 那按照张教授说的 用印钞票高通账来终结通缩 这是个什么逻辑呢 是要让发高烧的人直接钻进冰箱里吗 88岁的张武昌教授被称为是 李诺贝尔经济学奖最近的华人经济学家 他的学术水平无庸置疑 四年都没有更新过微博的 他最近突然更新了一条微博 里面主要的意思就是说 想要经济复苏就得从提振消费开始 而想要提振消费就先得放开对楼市的管控 然后再尽快的把通胀率推高到6% 之后再控制回4% 直到经济全面复苏 其实在如何刺激消费这个问题上 有很多人都建言建策 要么就是建议发钱 要么就是建议减税增加收入 唯独张教授的这个建议呢 是推高通胀率 所以这是为什么呢 反正我理解张教授的意思就是 让通胀推动整体资产的价格 起稳反弹 然后消费就能跟着反弹 这里呢就引出了一个问题了 到底是收入决定了消费 还是财富决定了消费呢 张武昌教授就是认为 消费的多少不取决于收入 而是取决于财富 他推崇的是弗里德曼的经济学假说 而弗里德曼生前呢 就是张武昌的好友 在1976年 他曾经凭借着对消费影响因素的研究 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假 现在确实有很多国家 就是通过减税或者发钱 来刺激消费提振经济的 而他们依据的是凯恩斯学派的 绝对收入假说 凯恩斯就认为 收入与消费与投资是绝对正相关的 挣的越多花的就越多 2020年的疫情之后 美国不是直升机撒钱吗 给老百姓大量的发现金吗 其实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多消费 好保持经济的繁荣 这个逻辑就是 如果我给你发了100块 你可能会拿钱 马上就去买面包买香肠了 那面包店老板店的生意好了 多挣钱了 就会涨工资或者扩大投资 然后再带动其他行业的收入和消费增加 整个经济就运转起来了 但是这位弗里德曼他是做统计出身的 他研究了美国半个多世纪的数据 结果发现其实并不支持凯恩斯的假说 他在研究了大量时政数据之后 得到的结论是 偶尔增加暂时性的收入 刺激消费的效果是非常有限的 比如说像减税增加的收入 这就属于暂时性的收入 可能会有更多人倾向于 把这种意外之材存起来备用 而不是增加消费 你花多少钱不是简单的取决于你挣多少 而是取决于你存了多少 挣了多少 再加上你一期未来还能挣多少 也就是一个人的永久性收入 也就是财富 所以也因为如此 张教授就提出了 应该加大通胀 让房价不再跌 增加居民财富水平 才能增加消费的意愿 那据说为啥一定要把通胀拉到6%呢 那是因为回看历史数据 咱们通胀在4%到6的区间的时候 是中国经济增速高 老百姓收入增长快 房价上涨 消费火热的时候 这个呢 就是张教授的基本逻辑了 然后呢 张教授的这篇微博一发出来 评论区里都炸了呀 支持的反对的都嚷嚷起来 也有其他的学者提出质疑 比如有的就会说 通胀有害 对老百姓会雪上加霜 也有人说 用通胀当药方 这忽视了企业家真正的预期和信心 到底是收入还是财富 更加能刺激消费呢 我相信这个问题 可能每个人心里都会有 自己直观的感受 所以你同意张教授 6%的通胀药方吗